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而上面有很多小型的气泡 这是油炸食品都会出现的状况 除此之外并没有细菌等的存在 我们也看不到其他任何的杂质了 总的来说面饼是很正常的 为了使检测的结果更加的准确 接下来的就要看看泡面的灵魂 粉包了 这个网友又用显微镜观察了方面面里的调料包 当放大100倍之后 除了一些纤维之外 就是一些颗粒状的小晶体 想必这就是料包里的盐分了 有的人会说那混合起来后呢 同样将汤料进行显微镜放大 放大了400倍后 连蔬菜的脉络都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油渍和一些不容物 基本上不存在其他东西了 蔬菜也是真的蔬菜 这样一看的话 泡面并没有那么的不卫生 只不过由于加在里面的蔬菜 能有营养的物质都是风干后的产物 营养物质已经流失了 而且放面面是高热量的食品 膳食纤维含量低 蛋白质含量较低 脂肪含量较高 而且盐含量较高 所以泡面可以吃 但是不要常吃 长期食用会造成营养不良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